这时王小飞才发现 这里的村子都是一些炼制的材料炼制而成 就不解道 贵村还有炼气师啊 听到王小飞的询问 陈征良不解地看了看王小飞 王小飞一看他这样子 心中就有些明白了 估计是自己问了一个很不该问的问题 忙解释道 哦 我从小在山里面跟师父学艺 对于世间的一切并不是太清楚 陈征良这才释然道 难怪你不清楚了 这样的房屋在县城里面都有出售 只要有修真壁 都是能够购置 这话说的王小飞就心中暗惊 这一种炼气的产品 竟然是可以批量出售的 还是能够普及的 还有陈征良说到了一个字眼 那就是修真壁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里是修真剑 王小飞还是忍不住地 问出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好在陈征良对于王小飞的问话 倒也没有再疑惑 心想王小飞从小在山里长大 估计他的师父并没有说着事 就微笑道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都是山里人 王小飞向着陈征良看去是 你是炼气六层修为的吧 陈征良笑了笑道 是的 我们没有资源 也没有传授 只能是自己修炼 王小飞沉思了起来 对于这里的一切更加好奇了 这时两人都进入到了村子 一路之上 王小飞看到不少人 跟着陈征良打招呼 更是好奇地看向他 再看这些人的情况时 王小飞发现 并不是都有灵根 大多数的人并没有灵根 少数几个有灵根的人 修为都不高 这是一个灵气充沛的地方 大多数人却是并没有灵根 无法修正 王小飞对于这里的一切 也多了一些认识 陈征良的家在村子的西边 王小飞随他进入时 看到的是 他的家比其他人的家 要稍微大一些 有一个院子 还有一个小镇法 布在家的四周 这时就见陈征良的家人出来了 王小飞看去时 看到的是 陈征良的老婆 并不是一个修正者 也没有灵根 孩子也是一个没有灵根的人 看到这里 王小飞道 村子里面有灵根的人 好像并不多呀 到处都一样 灵根并不是那么容易生成 陈征良的老婆叫苏子英 倒也是一个麻利的人 很快就做了一些饭菜出来 王小飞向着桌上看时 看到的也是一般的野兽肉 菜也是一些很一般的菜 并不是想象中 有灵气在里面的情况 客人请 王小飞微笑道 我叫王小飞 你叫我小飞就行了 陈征良也没客气道 行 看你岁数也不大 就这样称呼吧 王小飞也从戒指里面 把一罐好酒拿了出来道 我这里正好也有一罐好酒 我们喝几杯 当王小飞打开罐子时 陈征良就吃惊道 灵酒 很明显 很明显 她的脸上露出的是震惊之情 看到她这表情 王小飞愕然道 怎么了 指着王小飞的酒 陈征良道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好 我们不醉不归 不知道你看到零酒时 为何那么吃惊啊 王小飞对于陈征良的这表情变化 也是不解 叹了一声 陈征良道 哎 看来你并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让我跟你细说一下吧 陈征良的家人 虽然坐在一桌吃饭 但是话并不多 很快吃完之后就退下了 喝了一阵酒之后 陈征良赞道 你这零酒真是不错 我很多年没有喝过了 零酒对于你们这里 应该并不困难吧 王小飞对于陈征良所说的话 也是疑惑不已 叹了一声 陈征良道 哎 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啊 有钱人过的日子 是华田酒地 没钱的穷人 只能是过这种苦日子 我们家算是好的了 我能够修真 还可以到山里面打猎 倒夜有肉吃 换成其他的人家 又哪里能够吃得上肉物啊 王小飞顿时无语了 在王小飞以前的意识之中 只要是修真者 都是能够得到大量好处的人 特别是在这种灵气很足的地方 他们修炼起来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现在从陈征良这里 却是听到了一种 与他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内容 你们只要有灵根 应该就能够修炼上去吧 王小飞问了一句 哎 花是这样 可是 有灵根也得看是什么样的灵根啊 像我这样的灵根 在这里太多了 也太普遍了 年轻的时候被县里面发现 然后送到了县里面的修真书院去学习 那时真的是信心十足啊 认定自己将是了不得的人物 可是现实就是这样 到了哪里都得看资源 也就是看钱咯 没钱没事的人只能认命 闯荡了一阵之后 我也是到了练气六层就无法再进 被修真书院扫地出门 只能够回到村子里面来娶妻生子 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王小飞听到这里就疑惑道 你们这里还有县城 还有修真书院 点了点头 陈真凉道 是啊 我查过地理志 从我们得到的指使知道 这里是修真界 修真界其实并不仅只是一个星球啊 而是拥有着广大的心域 在这广大的心域里面 有大的就算是大成奇的高手 也一生无法横肚的星球 也有很小的星球 还有着一些奇怪的地方 由于修真界的人口太多 在这里生活着的 除了繁俗之体的人以外 还有着各种的修真者 就连每一个县和村 都有高手作证 修真界呀 王小飞的脸上露出了恶然之情 许多人拼了命踏上了天道 没想到这修真界在地球上 竟然有一个后门 这都什么情况 王小飞现在真的是无语了 头脑里面就有些不够用了 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很难理解 这修真界的情况 对了 你是从大山里面出来的人 你得办理一个身份才行啊 陈征良对着王小飞就说了一句 办理身份 这事又是王小飞无法理解的一个事情了 陈征良道 修真界对于人员的管控是很严格的 如果没有身份就得去办理 否则的话就失为奴隶 奴隶的日子可是没法过哦 王小飞就详细地询问了起来 通过陈征良的解说之后 王小飞才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修真界也是有着大量的修真国度 这些国度就不是一般的人来管理 而是由修真者来进行管理 国家下面有着郡的设置 在郡里面有着郡守 在郡的下面有县的设置 县里面有着县令 再下面就是村子 村里面有村长 而陈征良由于在这个村子里面 是修为最高的人 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个村的村长了 好奇怪的地方 王小飞发现 自己现在真的是看不明白这里的一切 不过陈征良倒也热心 再了解到 王小飞是在师父授颜到了死去 然后才从大山里面出来的情况是 主动就要帮王小飞办理一个身份 王小飞也没客气 就请陈征良帮着办理一个身份 落户就落在了这个村子 以后就属于这村的一员 陈征良饭也不吃了 起身之后就把王小飞的情况 录入到了一个郁检里面 然后就放在了一个家里的小型传送镇上 说道 传送的费用你得自己出啊 需要的是修真币 一次十币 王小飞苦笑一声道 修真币是什么样子 我都还不知道 说着王小飞就拿出了一枚零食道 不知这东西是否可以 零食啊 陈征良拿过去看了看 是夏品零食 一枚刚好十个修真币 你同意的话 我就把你收购了 才十个修真币 王小飞有些无语起来 在地球上这块零食就算是夏品 在修真者的心目中却是非常的值钱 就算是拍卖也不会少于一个亿 可是到了这里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值钱 哎 算了 十币就十币吧 王小飞也只能是入乡随熟了 办理身份的人工费什么的也要十币 陈征良看向了王小飞 王小飞干脆拿出了几枚夏品零食道 我还有这几枚 你一道帮我兑换了吧 王小飞也看出来了 陈征良是一个直爽的人 这样的人并不会哄骗自己 陈征良点了点头道 有修真币就好办了 办起手续来就快很多啊 陈征良干脆在征询了王小飞的意见之后 多出了五个修真币 办了一个加急的手续 还让王小飞滴了一滴血传去 果然有钱好办事 就在两人又坐在那里吃了一阵时 传送阵闪耀 然后就是一块身份牌 出现在了那小型传送阵上 陈征良过去拿了过来 对王小飞道 小飞 你滴一滴血在上面之后 你和这个身份就算是绑定了 你的血样也被采接 以后丢失了身份牌之后 仍然可以再接着办 这种身份牌可不一般啊 除了是你的身份证明之外 上面有你的信息啊 你有修真币的时候 但是 还蛮不一样的 我可以逃迫 我可以练到里面 我是可以转到里面 你可能会转到里面